LAYO 聊世紀 天天都過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 高冕人對上不烈點人 這場比賽是 帝國戰爭的3D殺球 這場比賽也是封建是在開始 先來介紹一下高冕人 高冕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房子可以躲這個村民 所以像這種地圖來說 可以一開始把房子蓋在這些資源點 待會挖金跟挖木頭的村民 就可以躲在這個房子裡面 高冕人他的打法是偏向於騎兵路線 凍莊騎士跟漏馬都很適合當主力 因為他的農田是益次元農田 村民不需要把這些採集到的食物 放在城鎮中心裡或是模仿 少了來回的時間 食物可以一直在採集的狀態 所以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 高冕人打法比較偏向打奴炮像 還有奴炮 大洛馬 還有火槍兵 但是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只能用衝車取代他的攻城方式 那整體而言 高冕人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算是有點偏強 因為他的奴兵是有三級射的 而且也有強弩 所以就算高冕人玩弓兵開局 到了後期也是可以打出強弩這個選項的 只是沒有那麼常見 還是比較會適合打這個洛馬開局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MBL選擇的伯列典人 那伯列典人的特色是吃民養 這些續養動物速度非常快 這有三隻洛馬進來了 我的天 看一下 這裡有點被卡到了 這裡被TC射到兩發 殘血洛馬應該能做到事情有限 噴到強兵了 走了 那伯列典人開局來說的話 優勢並不是很大 因為弓兵的射程要到城堡吃蛋開始 才會有加成 那伯列典人他後期的長弓兵射程 可以高達12點 除此之外 他的城鎮中心的造價 木頭的部分有減範的效果 所以要開3TC的話 開農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那伯列典人整體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弓兵 騎兵線也可以打 但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會稍微弱了一些 通常都是出輕騎兵 去壓制對方的戰毛兵 來防守自己的長弓部分 那伯列典人呢 也可以打這個劍兵勇士 但是後期的路線 沒有騎兵的重裝騎士的 這個血量加成的關係 所以越打騎士是越容易輸的 一個問題 那伯列典也是常常是一個 沒有機動性而輸掉比賽的文明 所以MBL這邊 可能還是需要利用自己的肉馬 去做一些操作 不然就是槍兵的部分 要去做騷擾 那整體來說 不列典人陣地戰非常強 有那個戰狼後跟長弓兵 打陣地戰來說的話 不列典是上等的好文明 但是如果遇到 突爾西人的話 那可能就另當結論了 現在突爾西有點 Counter不列典的火炮 這個戰狼 不是火炮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回到比賽中 這裡高冕人已經疊下城堡時代 工兵已經提升了上去 好 那這裡道特斯選擇了 工兵路線開局的樣子 有提升工兵 防禦力 這應該是有這個想法 直接變成戰狼怪嗎 戰狼一直按 應該是要變戰狼怪了 那MBL提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是繼續打工兵 先把這個 弱馬給點掉 再處理這個 毛兵 全部解決了 好 MBL 這邊工兵是雙靶場 雙靶場也遇到高冕的毛兵 OK 那麼高冕這邊就很輕鬆了 單靶場出毛兵 就可以壓制你雙靶場出工兵 所以才說 單挑出雙靶場 其實很容易被壓制住 可能當時有些觀眾不能理解我 怎麼這樣說 就是 很能理解了 就是 你打雙靶場 對方只要單靶場 就可以壓制你 所以雙靶場的勝率為什麼不高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一定要在後面 展出騎士 去打這些 毛兵 或者是要展出工程器製造所 出投石車或奴怕 你才會比較好打一點 所以整體的眼 你並不是只能靠雙靶場去輸出 你還是要搭配一些騎士 或投石車 才可以把這個戰術 打到 這個 傷害最大化 好 那MBL這邊是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個點點有點慢了 其實伐木技術是絕對不能省的科技 好 那DAUT這邊是點下了戰毛病的升級 二級射 不然變戰毛怪 那應該會趕快開TC喔 這張地圖的黃金來說 並不是非常非常多 這個都是少量的黃金在地圖上放 石頭是超多的 這裡石頭很多 這裡也是 黃金的部分都是比較零散在地圖上的 好 所以如果MBL這邊投資太多黃金單位的話 待會中後期要找黃金會很痛苦啊 黃金消太快了 好 那戰毛病先來想要偷點幾隻公兵 但是點不太到 好 決定直接上前應戰 但是被投掉兩隻公兵 好 提示出來解戰毛病 解的很開心 好 就收了一隻公兵 好 不利點在家裡 直接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沒有往外開 那DAUT這邊則是把上下兩邊的石頭區 都先空了下來 但是沒有要先挖石頭 因為我們頻道也一直在講 這個挖石頭是傷經濟的表現 千萬千萬不要 看到石頭就 欸 石頭財富自由 趕快挖石頭 結果自己的木頭啊 食物啊 就直接爆炸了 造成經濟上有損傷 那DAUT這邊是決定繼續出戰毛病 騎士的部分開始提升馬卡 這個戰毛病有二級防二級射了 所以到這個奴兵怎麼剩呢 都是一滴血 好 這個TC蓋了6.9 好 中間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中間撿收道院 應該是對自己的工兵陣地戰很有自信 不然修道院蓋野外 很容易幫對方解生物 自己幫對方把射物撿文之後 對方直接一波反推 這個修道院可能就會不保 MBL這邊展現了一個自信的決定 這邊該怎麼做呢 好 工兵開始拉打 但是沒有彈道權的關係 還沒有那麼準 好 這裡有壓寶的想法 五個人挖石頭 好 工兵一直被點掉 這個戰毛兵打工兵真的太痛了 這要被集火一發 一發就是一個 道德這邊有彈道血 所以一直可以偷換 不利一點的工兵 好 終於轉出了工程七次造索 開始撿生物 到底MBL是幫道德撿生物 還是在幫自己撿生物呢 就來看一下道德這邊的想法 MBL這邊應該會先蓋一根堡 蓋在前方的高低左右的位置 或是再更前方一點 但越前方越不容易蓋成 所以頂多在中線的位置 但如果離得太遠的話 這跟城堡的進攻意義 會變得沒有那麼的有效果 除非MBL有看到上方已經開TC了 不然就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控住上方的石頭區 然後從這邊進攻進去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中間的修造運就不太好防守了 好 那待會就是要來看一下MBL 會是怎麼打這張地圖 好 那這裡生物已經撿到了第三顆 三顆生物都撿到了 好 三生物 決定把城堡往下開 開在這個位置 然後碰一下下方的城鎮中心 好 那刀特這裡是三隻騎士 在右邊想要找洞磚 MBL喔 這裡有看到嗎 應該來不及了 欸 這個刀 這個可以進去吧 好像不行 看起來不行 這個斜坡看起來可以 好 這裡再往邊過來 後面還有奴炮 投死車 回頭守一下 但是對方也有騎士 道德騎士已經出來了 MBL三隻生女 在後方防守 騎士過來拆攻成性 騎士上學生女應招 有機會招到 砍掉一隻 滴掉 好 最後被射死 好 投死車的血量有點危險 MBL這裡要轉長攻啊 好 這邊D打高 投死車漲了一發 傷害是不錯 好 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好 三隻騎士 還在繞 就是打了房子 但是 道德這裡是沒有打算要 離界跟城堡 反正是想要來壓堡 好 騎士真的被招響到了 第二隻騎士 很可惜 沒有機會 生女往前走 差點嗡到 好 生女 有點 尷尬 死了兩隻 之後一直活了下來 好 道德直接 往門口補了一根堡 那待會這個修道院 生物能守住嗎 我們過來回來守一下 但道德這邊的 正面軍力 並不是很夠 沒有辦法守下 這麼多的工兵單位 這邊只能選擇繞幹 快走快走 生女再繼續著想 按生女 好 補了一個二級馬卡 道德把這個崔明全部拉走 往下走 好 上方偷車砸到了一發 倒了一些戰毛兵 崔明直接遠地返回 這根城堡 現在還有492滴血 騎士上前直接輸出 好 騎士直接激火 有點躺不太住 弓兵的傷害 好 終於有彈道學了 彈道學的話 打騎士就會好打一些了 弓兵終於能秀了 先點掉騎士 然後用騎士去追戰毛兵 好 這有可能遭到 自逼 道德這邊反應很快 再速點掉 再一發 哇 騎士全倒 MBL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阻止了道德 蓋寶的意圖 這個怎麼砸自己的感覺 有點慘血 好 那下方的石頭拿了回來 這邊趕快補一個TC 看著量產村民 但是MBL還是明顯村民落後了 為了蓋城堡TC沒有那麼快早下 而且蓋寶的時間 也是浪費了很多經濟時間 那現在看到道德這邊經濟室 領先不裂點2000左右的資源 好那道德這邊還有一根城堡資源 待會要補哪呢 右邊這裡有一根了 感覺門面也需要一個 這裡可能要逼農田 直接手下 因為這裡要是被屠戀的話 黃金會被挖得很多 這裡都是黃金重要的區域 所以我覺得這邊 存在風景附近 圍根城堡防守 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這裡投石車 直接砸掉了大量的奴炮 剩下一台奴炮還活著 最後四台投石車 成功 打下了這個低打高 但是工兵有點危險 騎士開始往前衝 這裡著牆最後是沒有繼續進行 工兵開始輸出 砸一發 什麼都沒有砸到 砸了個寂寞 但是工兵的拉達還是非常優秀 順利的手下這波的騎士衝鋒 刀者真的受不了了 趕快蓋寶 這也不蓋寶 真的守不住 人家常攻的優勢很大 但會想蓋的話可能就沒機會了 因為常攻射程非常遠 來了來了 再射村民了 好後面兩隻僧侶照下 有機會嗎 有點困難 好城堡開好了 暫時沒有問題 MBL這裡要想一下 要繼續輸出嗎 還是要轉一下經濟 因為現在轉經濟的話 還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升到地龍時代 他的農田實在太少了 這個斷村斷到七七四十九天了 斷了13分鐘了 把這個肉呢 全部都用給了騎士 跟 騎士上了 所以這個肉實在是有點 有點難給村民使用 好刀者這邊是 轉出更多的騎士 高明就是要轉重裝騎士跟大肉馬 不然又幹嘛 對不對 好高明的人 這裡是補下新騎兵 開始爆麻 沒有打算要先升帝王嗎 那道德這邊沒有直接升帝王 放心 可能是怕前線 這裡衝車越來越多 被一波帶走 好 MBL點下了銀罐技術 好 這裡衝車 開始頂 騎士過來 防守 剛剛看到長弓 弓兵單位直接往後拉 不打 好 道德在後方 有一個小動作 這裡想要偷蓋寶 騎士稍微來看一下 好 騎士上前 後方弩炮出來 偷車第一時間打到後排的弩炮 弩炮直接 四台全倒 騎士上前 想要從高打敵 突破長弓 跟弩兵的連動 這一波騎士好像突破不了 還有三十幾隻的弓兵 看起來是 正面涼涼了 MBL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道德高明 就轉了更多的輕騎兵出來 想要緊到狗石車 又拿下了一台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輕騎兵 全部倒下 MBL的弓兵優勢已經打得出來 擊殺單位已經來到了二十九隻 好 這波進攻 MBL打出了自己的 升降嗎 看起來 道德有點難守 好 既然正面打不贏 那我們就BD 但是MBL家裡也有少量的弓兵在家裡防守 這邊要出去嗎 這邊要出去送貨 好吧 開門了 無三櫃 三櫃要進門了 哇 無三櫃開門開得很好啊 道德騎兵直接衝到TC裡面 五隻騎兵開始亂砍 大力的防守並不是很好 要手速的話 稍微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這裡用弩炮箱 開了一個樹木進去 好 MBL還想要繼續進攻 他的幾坨弓兵到了後方 但是被千騎兵給擋了回去 好 千騎兵解掉了這坨弓兵 MBL的火力開始變得下降 沒有到那麼強力了 好 但是下方這個區域還是有很多房子 道德這邊還要再繼續出騎士 沒有打算要存支援生地王 因為這個階段如果生地王很容易就被一波帶走了 好 在木頭依舊還是有點爆量 要不要再撒更多農田呢 好 千騎兵先往後來啊 先抓生女 往前收掉 OK 清騎兵把 生女幹掉 騎士就可以往前 就可以無盡輸出 有二房的騎兵甲 騎士輸出還是蠻給力的 哇 這裡弓兵直接被騎士高打滴給切爛 千萬不要被對方高打滴啦 看起來這一波弓兵單位是要送光了 那道德用了最後的操作 清騎兵配騎士 收掉了生女之後 用騎士開始往前上 往上高打滴 收掉了這一波的會戰 好 MBL這一波 公兵直接走到了農田區 開始分兩隊到處開射 哇 這波MBL公兵走得非常恰當啊 這個時間點 直接射穿後方的經濟 好 抽一出稍微有點追上 105吋對93吋 好 公兵稍微集結一下 因為這裡不想要被騎士直接包夾掉 這一坨公兵數量總共快要來到30 喔 40隻 喔 36隻 喔 非常多 好 道德這邊繼續把馬噴在這個位置 但現在這個騎士一出來可能就會被公兵給點掉 所以這裡是道德出名點 好 這裡人能忍嗎 要不要衝了 42隻公兵集結 這邊道德決定要衝鋒 左邊騎士七騎兵開始往前 MBL開始拉打 長攻拉打 去拉 一發一隻 往後拉扯 這邊公兵拉得非常漂亮 好 再讓幾隻公兵繼續原地輸出 但是後方的高打低奴號 傷害穿透非常的好 MBL直接被騎士給貼了回去 這邊公兵終於拉到安全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長攻現在有利的位置 好 這裡要撤了 道德不能再往前 好 稍微補一些村民 好 道德這邊趁勝追擊 又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控制了城鎮中心 但城鎮中心附近其實沒有太多的村民 這裡騎士再過來 但是沒有往後走 好 這邊騎士稍微斷一下 攔截中間的兵力 好 先起兵 被打到最後有點 撐不住喔 工兵一直點 投石車嗎 這隻弩炮 好 五隻騎士 繞杯 挖木頭去村民 可能要大奈零頭了 但還好有一根城堡 應該能守住 死個幾村應該沒問題 MBL 工兵又再次走到了這個地方 道德能夠忍住嗎 MBL已經打到斷村了 直接用騎士再扁 用村民去扁騎士 怎麼扁都是一滴 哇 這個要扁一百多下 才會死一隻騎士啊 好 終於收掉了 好 這一坨空兵 繼續往後走 道德不想再讓他繼續往後 道德不想再讓他繼續往後 頭炮這裡攔截 輸出一下 好 穿燒得很開心 後方的 青騎兵緊追在後 射命開始有青騎兵過來 道德還帶出青騎兵 這一坨 還是打不下來 MBL這坨工兵活了超久的時間 好 左邊那坨工兵打完 換右邊繼續騷擾多線 抓到了 蓋城鎮中心的村民 好 這裡有一坨 MBL這邊用工兵到處逼滴啊 好 後面這一大坨的工兵 終於要被剿滅了嗎 好 再繼續往後拉扯 好 看來把他躲這個洞 看起來沒有辦法躲了 好 右邊的工兵已經射穿了 村民 MBL工兵天女上花騷 好 但是村民術依舊沒有增長 沒有人再種田的關係 全產工兵啊 MBL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會有未來嗎 黃金在這張地圖是非常稀缺的 除非可以挖到對方的金礦 那個另當別論啊 這一波工兵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工兵去拉 一拔一隻 一拔一隻 再一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龍炮串燒 先點龍炮 龍炮 龍炮兩胎 第三胎有點難點了 哇 這邊拉一拉 看起來是 結束了 這一拔工兵做完他最後的操作 MBL終於開始種田 現在連一擊農田都還沒有點 好 這裡爆彩石頭 一直在賣石頭 賣石頭換黃金 賣了五百石頭 賺了三百八十五黃金而已 這張地圖的特點就是石頭多啊 好 後方兩個奴炮 終於抓到了這裡小圖的長弓 好 道特感覺快要被MBL的多線工兵打到深湖法治裡 現在聰明到處都被這些工兵弄 好煩 聰明剩八四村了 MBL的聰明書 終於要跟道特持挺了嗎 好 這裡一波輕騎兵上去 最後的爆抄 有 有沒有機會 好 捷徑先往後走 這裡稍微圍一下 道特終於知道要圍了 這裡不圍的話真的不行 先點五炮 五炮傷得太高 要點很久 輕騎兵上前 往前點 點光 最大的敵人還是輕騎兵啊 MBL這一波工兵就再次送光了 好 剩下少量的工兵 十五隻 開始繼續打挖 石頭繼續挖 好 鐵沒什麼帶走 好 道特東把家裡的經濟給搞好了 十七隻奴兵 好 先頂到母炮 但是輕騎兵開始有點處理不完了 這麼大量的落馬數量 要趕快解掉也不太容易 除非轉槍兵了 但是槍兵需要肉啊 MBL完全沒種田 這一波應該是兩邊都要帝王 是升不上去了 好 城堡打到 好 這一波長弓 加上弓兵 守正面 那個聖物的修道院 還出黃金還是不錯 但是道特這邊 奴炮數量非常多啊 好 這一波 最後是工兵 只剩下五四十幾隻 洛馬現在速量有三十隻 後面還有大量的奴炮 死一隻奴炮 好 先把第一波 洛馬給解決掉 開始來點後方的 哇 投石車直接砸了一發 死了大量的奴炮 5號剩下五台 投石車再砸一發就能搞定 哇 結果這個砸是直接選擇砸了 洛馬 投石車最後沒有砸到奴炮 但是不況還在被點 好 最後這個拉打 道特還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MBL 這裡沒有辦法點帝王 能夠有翻盤的機會嗎 好 道特本來村民術 剩下九十幾村 MBL這邊村民術 開始又被拉遠了 好 最後還是轉了重裝長槍兵 因為這裡不慘槍兵的話 真的不行啊 波馬這麼多數量的情況 道特甚至不太需要操作 一直往前A就可以把DPS最大化 那自己還要一直操作長攻 多點槍兵喔 就可以分擔一些 正面打不贏的問題了 好 這邊七七兵 開始到處繞 看你的村民到底在哪裡 其實就在中間這個位置了 道特終於發現 原來你的大本營都在中間陷入 好 地龍時代還有1分15秒 可不可以來個帝王勸退呢 好 第二波清起兵 又準備好了 高敏的農田真的是很快啊 哇 又來到65片田肉蠻又可以繼續噴 好 這裡撥雷跟城堡 好 地龍時代上去 MBL 這一拖攻兵 要孤注意止了嗎 道特這邊想要升到地龍時代 然後點一下三級馬卡 再跟你打正面 有三級馬卡的話 MBL就大難領頭了 好 這邊稍微被吸引一下 但是道特還在人 MBL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道特拿下比賽這裡 MBL最後出了 大概快要300多隻的工兵啊 沒看到這張地圖 照理來說的工兵不肯出到這麼多 但是MBL狂賣石頭 把這個石頭賣到非常非常便宜的價格 可以出到這麼多工兵相當不容易 道特這邊早就已經快要黃金安不起了 已經轉肉馬 還在省資源了 因為他知道這裡的地圖黃金很少 那石頭部分雖然道特也是有賣 但是還是用七級兵作為主力去應付MBL的工兵陣型 那這場比賽打得蠻精彩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到石屋上的勝利 贏的大概快要五三四倍有了 快四倍四倍有了 那木材的話是稍微贏一點點 黃金的話大概是贏的七千左右 石頭的話是差不多的 那黃金啊三個松總共產了三千多黃金 即使有這麼多黃金還是拿不下比賽勝利 畢竟這個道特後期的農田 種田效率真的是快啊 畫面繼續噴肉嘛 來換這些工兵也是相當划算的 沒有槍兵的話 依舊工兵還是很容易被擊潰的這個單位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跟他們按讚 攻 Hue 桂 孔鐘 到這裡 剛剛 hairs vas Visit 擁不過 是 這個